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知道你们主公会来救我的 可不该在此处落脚啊 此地离独城还是太近 灵不宜心思狡诈 万不能让他嗅到咱们的踪迹呀 你可曾在灵不宜念前攀摇我家世子 凡某半个字也没说 当初你们家世子可是承诺过了的 若我起兵 他父雍王必定会鼎力相助 到时候冯一俊和蜀忠配合 共成诈世 那可是他什么时候动手呢 你疯了吗 我可是你们世子的盟友啊 世子说了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 畜生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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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雷大队 快救我 我什么都告诉你 快救我 想活命就闭嘴 少主公今日打得这么凶狠 还不让我人出手 他是不是心情好 若非樊康再逃 少主公今日便可以 护送程家人回家了 少主公为什么要 护送程家人回去 这也不行 耽误少主公要求的事 来 你们先憋程家里家了 先惯惯我 给我找个医师来 医师说我的身体并无大碍 将军 您就别走来走去了 慌得我头指疼 你还降嘴 我与你成亲二十几年了 何时见你这般病过 就是当年消失家破 你也不肯半点示弱 如今不过是张儿女亲事罢了 你怎能就一病不起了 我这是心火 怪不得别人 烫子 不如我来吧 你也可歇会儿 你去华县 与娄瑶在一起的时候啊 都是泱泱照顾我的 你就不必战手了 在华县 泱泱可是跟正经的 医师学过的 夫人病重时 多亏泱泱在旁伺候 有两个女儿沦沦照顾 夫人的病好得快些 还是泱泱乖巧懂事 但是日后若遇着如意郎君 嫁过去便是他们家的福分 大伯母 都怪伯母失职 让鸟鸟儿先心意了气 这件事情也追回莫及了 你比鸟鸟年长 也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若有心仪的郎君啊 你就告诉伯母 伯母定能帮你说回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杨阳听评伯母安排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 让人省心的孩子 放心 伯母定会顾虑得周全 水要先凉了 我就换烦地过来 这又何必呢 还是鸟鸟能干哪 弟父这一病吧 他倒是把家里的事物 打理得井井又条 好啊 万婆夫 七七阿子 你们等来了 听说你家阿母病了 过来看看 七七 看看人家鸟鸟 多孝顺多乖巧 我上次病的时候 你怎么尽孝的 居然出去跟人打了一架 阿父到底会不会说话 这 你这般赞一个贬一个的 是想让我跟少少妹妹 生闲戏吗 不过看在你是夸自家妹妹的分上 这回我就不给你计较了 气得我这右边头疼又犯了 快给阿父揉揉 阿父 这一是说了 独幼则疼则照凶啊 你惦记着要生儿子那事 把车是撑不了了 你放心 阿父保证给你生个弟弟出来 你当真一亲了 看不出啊 你这出趟远门 竟顺手拐了个狼穴回来了 明明年纪比我小 成亲却在我前头了 不过这个娄瑶 之前跟何昭君有过婚约 好像总是被羞辱欺负 太老实了吧 我就是喜欢他老实 我阿父阿母也不喜欢阿姨 可这么听话的郎序 要上哪儿找啊 我修起房屋 他替我工具 我锻造农具 他替我拉香 我被阿母责罚的时候 他还偷偷送酒给我喝 若子 甚好 不对啊 听你这么说 这些伙计 连房也能干啊 而且 两个人在一起 两情相悦才最重要 两情相悦是什么感觉 找个玩伴做狼穴 再好不过了 也有道理 那以后 我也找个听话的郎序 我打架 他便帮我低半棍 我受伤了 他能帮我包扎 可不能像你子兄那样 天天就知道顶撞 我子兄并非是为了顶撞 万七七 你又胡说甚哪 找郎序当然不能找 只会纵容你的 你得找个能鞭策你 能激励你的 我是找夫婿 又不是找夫子 我干吗找一个 这样堵心的人 来糟蹋自己 少公 你不是会占卜算命吗 帮我算一算 看看未来夫君 长什么样 龍中 碧巧啊 你的未来郎序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眼前 哪有啊 你酸得准不准啊 上开 挡着我寻有缘人 少少 用不着 少少 哪儿呢 这 这七七哈子的眼神 莫非有问题 我看着挺好的 帝副 你这还病着 就别再送了 依我说呀 女人就不能太过要强 你敢承贤立位照顾你 这都受成杆了 万兄可曾见过我 这么粗壮的杆 长兄 张左跟阿姨在列上 得了效果 张左跟阿姨在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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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别再来 我认为你最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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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四个他们 然后均 nós 这部分 期有点 elujah 알 幸福了 义军 咱们家怕不是要收洗临门吧 这匹皮猴子 回都城已经有大半载了 再怎么荒废呀 怕是要访天 依我看 得给他们请个夫子 规规矩矩地开个佳学 传授些盛行的道理才行 夫人这个主意好 我也觉得他们欠收拾 但是是该增长去学识了 程家要开佳学 想去白露山 求学子施教 这程家还真是舍尽求远啊 莆天之下 除了夫子 谁能比我更合适 公子这意思 不愧是想要去程家 当那什么夫子吧 皇甫夫子惦记着桑师叔 让我平日里多照看一耳 我怎能违背师命 桑师叔不是在华县吗 桑师叔最喜欢的 便是他那不着调的侄女 程绍商 白露山此番来信 是想我推荐师兄弟 不如我自建 替桑师叔分忧 好好调教一下程少少 免得他嫁人前 懵懂莽撞惹人嫌 这程家是替家中的儿郎 招夫子 可不是替女权招女士啊 就也做一点 圣人有云 有教无类 我是那等 轻视女眷之凡夫俗子吗 自然是要将女公子们 一并交好 那是轻视女眷的事吗 那分明是人家 根本就没想找你啊 停车 这还没当呢 怎么就停车了 公子当真要厚着脸皮 自见到程家当那什么夫子吗 哪有人放着官不作 跑到群立侯家学里 当一个区区的夫子 谁说没有 皇甫夫子 如今不也致逝回白露山 专心育人吗 天地君亲师 师者并不输给任何栋梁公骨 你别瞧不上夫子之位 想来程家争当夫子的 怕是不少了 这楼公子今日穿戴 当真金身 怎么还有楼家重负人随行 想必不是来征夫子 怕是来会亲家吧 公子 既然程府今日有贵客 不如咱们改日再来 回府 公子终于想到了 谁想通了 我要回去换一身 比楼瑶更精神地尝尝 万不可在未来学子面前 失了气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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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娄仲夫人 娄仲夫人好 我儿江少商横竖都夸了个遍 可偏偏没夸着模样 是这般秀丽惹人喜爱 阿瑶是如何夸我的 仲夫人只管说说 与我也开心开心 娄家仲夫人来了 娄公子 为何不早些告知呢 双双 快些随我见礼 您快请坐 来 你坐这儿 快坐下 听说夫人身体不适 本是惦记你才来的 可若是打扰了夫人 还不如不来呢 依照礼数 本应该我去您的府上 商讨两位孩子的大事 可偏偏 这病生的不是时候 你且慢慢养着 你别急 我也不急 可就是不知我儿 即否 阿母 程将军此回昭安的差事 办得十分圆满 听闻圣上 马上就要下令 升任程将军 为魏魏佐承了 今日我一来探病 二来恭贺的 我这病啊 也好得差不多了 昨日娄二公子 也给我送来了药材 我并未收下 至于恭贺 毕竟还未接到圣上诏书 怎能接受众夫人的恭贺呢 夫人 这贺礼 您收下 只赚不亏 夫人只管说 这份大礼 您是要 还是 不要 今儿怕是喜鹊灯烧头的大喜日 贵客们都扎堆上门 你君猜猜 又来了哪位稀罕客人 颜公子 当真打算来我家 教这几位没啥学识的庶子啊 善见不才 一直仰慕程将军 赤心报国 因国而勿佳 单个子女成才 接到丧师叔求见信后 不请自来 还望程将军 莫要嫌弃 怎敢嫌弃 怎敢嫌弃 怕是此生 我都不敢嫌弃啊 只是 袁公子学识广博 朝中同僚交可成赞啊 我程某怕是没有天赋异禀的学子给你教啊 阿富 阿瑶的伯父乃太子师 阿瑶的学问也是他伯父亲寿亲传 不如你让阿瑶来教阿湘们学问 这样也不必用得着外人来吧 说不得 我学识与善建兄相比 相举千里 阿瑶 人要有自信的 都要嫁人了 怎么还口不遮拦 先让阿瑶教教你规矩吧 袁公子千莫见笑 先饮口热茶 阿瑶 阿瑶 李公子 李公子 善建公子 善建公子 胡说八道 喝赖善建公子 善建公子方才求见家主 说是要来怎么府上 也跟我怎么讲学了 什么 这般天气热 喝热的 定日心里躁得不好 阿瑶 方才说带你去喝凉汤 线下可还想喝 好呀 自身要的 这种天气就是得喝点凉的 心里才爽快 我现在就给你拿吧 此茶回味甘甜 暖心暖胃 夏日里就该喝些热茶 才是圣人静心养生之道 唯有市井小人 才爱凉污 生极脾胃 我记得阿富也是还喝凉的 阿富现在喜欢饮热了汤 这樊昌越狱是你设的陷阱啊 是 陈故意放走樊昌 又派人暗中跟着他 发现他果然与萧世子的人碰面 对方还企图杀人灭口 樊昌恨萧世子过河拆桥 便向陈坦白 这些年来他之所以敢心生妄想 是因为萧世子告诉他 冯义俊将和蜀中联合 一起谋反 勇往 是当年最早跟着郑打天下的兄弟 他身上三处重伤 都是为朕所受啊 朕不相信他是幕后主使 参常一面之词 不客气 并非仅凭反传公司 陈还彻查那些死士的身份 发现他们都阻击冯义俊 所以此事应事不虚 见过之初啊 任陈坚要雍王入都城 共享社稷 他对此说 不得了 自己年迈身疲 故土难离 只想归乡 供奉祭祀祖先分众 朕是念他一片孝心啊 也没有强求 只是命他的长子 辱都城 封一个贤散世子 一切俸禄随他 难道朕 对他们还不够宽厚吗 人心不足 并非宽厚能够填满的 会不会是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自作主张呢 他想盗败军线 所以故意地隐瞒返城 雍王自己对此事 一无所知 他无非就是一个 约束而能 不得力大王 陛下宽厚 但人心难测不可不凡 若想知道雍王是否知情 只需下诏传雍王回都城一趟即可 那他那个惹乎的世子在哪里啊 陈查过了 华县失败后 他就携心腹回封地完婚 至今未归 此时回封地完婚 这么巧啊 那这个心腹是何人呢 怎么 此心腹 不 身份废童一般 是萧綦将军 何勇之女 何赵军 难道何勇 也投了雍王 属下认为 何将军实属忠臣良家 不会被雍王务逼 他也许也不知 雍王与妻子已经有谋逸之心 这样 你先去处置 在京东的雍王当狱 朕下一道招书 找他入独场书之 他若无二心 就看他是否 遵从朕的旨意了 是 何昭君 这个名字怎么那么二手啊 回陛下 是萧綦将军何勇的妖女 被那萧世子蛊惑 与娄家二公子退亲了 现在那娄家二公子 正和那承家四娘子一亲 这喜事也要尽了 承家四娘子 是不是之前 自身护送入城的那个 正是 正是啊 这个可恶的小世子 你说 如果不是他勾到别人 那刘瑶也不会去抢了 此生的心伤人的 搞到现在 此生一个人 孤孤单单 孤家寡人 多可怜哪 可恶 最敢把死 这袁善健 除了要来府中做夫子 就没再说点别的 也没说什么要紧的了 就是 夏季要饮热汤 世锦之人摊粮之来的 他这么有学问 为何要到我们家中做夫子 夫人 我 我也想不明白啊 将军 再想想 夫人的意思 这袁善健 也对咱鸟鸟有益 你再给我仔细说说 这几个月 你都干了什么啊 见过什么人 不许露到一丁点啊 全部都要说吗 那可得好几个月 好吧 那天我同三叔三叔母 一同上马车 没让你说这个 阿富不如再直白写 是不是想问袁山剑 就是袁山剑 你跟他何时认识的 见过几次面 都说过什么 也就见到过 我六七八次 不过敢保证 我跟他毫无关系 我可像参见模式 那个袁山剑 为何特意 要来给你们做夫子 此人言不诡随 他就不该叫袁山剑 他应该叫袁山变 阿富阿母 此人自监当夫子 定是没安好心 阿母文博识广 叫几个兄长 已是足矣 为何要从外选负责 再不见阿瑶也能教 你别整日阿瑶阿瑶的 我看这楼瑶啊 学问也就比你好半个发丝 那么多 你们就是看不惯阿瑶 今日阿母也瞧见了 我未来的君姑 对我这个未来的心腹 是颇为欣赏的 想必我到时嫁入楼家 定是一路贪图 他本来就不喜欢 那个何昭君 何家断亲啊 闹得他是颜面无光 这个时候 他当然对你是满心期待了 你没有必要这样沾沾自喜 明日 你就随我去楼家回礼 楼家上下是如何模样 你亲眼看看便吃 这楼家可真是气派 照理说 二房的心愿 应该比大房的冬月小上一件 但你看 根本没有小上多少 多嘴 走 走 这定是程伯夫人 与少商吧 少商 这位是你大伯母 这位是大王心腹 楼大夫人好 少商 见礼 大伯母好 你只管喊我颜鸡鸭子便好 待日后你与阿瑶澄清 再改口也不迟 颜鸡鸭子安康 好 要不先落座吧 快坐下说话 坐下说话 好 弟父真是好福气 这心腹容貌挑得一个胜过一个 可不是吗 少商真真是把咱们全家女娘 都比下去了 既孝顺又和气 对阿瑶又关怀备至 如此心腹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既是你和阿瑶都喜欢 我也就放心了 四父是答应这门亲事了 我要是再不答应 阿瑶怕是不会再理我了 明日我就请屋主占卜吉日下定 太好了 过来 过来 仓皇之间不及准备 少商 你拿着这个 就算作是信物吧 请 威大夫人 占卜下定之事 倒也不用如此着急 虽如今国地民安 但毕竟也会有变数 此刻谈嫁娶之事 还为时甚早 不如再等等看 待一切稳妥再说 还有何不稳妥的 你倒这真是 帝父仓皇之间 随便给的信我 这郁杰可是他 当年的陪嫁之物 随身多年 当初还以为 能给阿斌信服 如今却给了少杀 看来 帝父果真更喜欢 小心妇啊 但是他说 如果来到辞聪 尽快二天 坐在那里 我自己今天就会 那么 我自己去 帝父子 我自己 105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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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少说得对 说得对 我真的是老了 竟忘了此事了 我家大郎啊 擅长书法 他还在镜子后面啊 用不同字体 刻了一手尖佳呢 少少 你来了 阿瑶 长辈们都在此 你的眼中 就只看得见新妇吗 来多久 你不认识吗 你不认识吗 我都在镜子上 你不认识吧 jets 你不能讓我賞 你不能讓我賭 爭議我打了 收濏了 還對你 得 realidade 身材 最好 開威力 你們剛才 他們多旨 是 肯定的 這身 Nobel 到處都是 徒師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边 刚才谢谢少少妹妹了 为我们二房争回些许脸面 那个大伯母 一直这么不客气 对俺有讲话吗 君舅去世得早 如今楼府风光荣誉 全凭大伯父一人 任太子太父所得 二房在大方面前 自然是没有底气的 平日里大伯母教训起楼窑 更是从不避旁人 半点脸面都不留的 怪不得我初见阿姚时 她总是畏畏缩缩 别人欺负了 也半天憋不出一句狠话来 日后妹妹嫁入楼府 她是也要跟着我们二房 一块受委屈了 严谨阿子放心 我这个人自小不是受委屈的性子 但日后他们若是再敢欺负阿姚 我定会去找他们 好好理论理论 原形毕露了 之前听二叔母夸陈家四娘子 温柔贤淑 我还以为是被哪个妖精附体了 变了个人呢 可惜呀 不到片刻就暴露本性 对着专资跋扈之人 我自当是破辣很绝 但若是像颜家子这般 温柔贤淑的女子 我自礼遇有加 老李 得了空子 不妨好好想想 为何这闹我时 总是在我不必讲理的时候 你少得意 你能嫁进我们老家 是天大的运气 若非昭君阿子令嫁 哪儿轮得找你 楼梨 你闭嘴 严谨阿嫂呢 那要为了旁人 来指责自家小姑吗 他们说得果然没错 二叔父故去太早 才离二房做事 却父辈教养 你 楼梨 你谈即道教养 那我就好好与你理论理论 待到日后 我加入楼家 怎么说也是你次嫂 你对着你的次嫂 大呼小叫张牙舞掌 何谈教养 你还未婚 先提嫁后事 你好声不要脸 那此时我不是次嫂 也是楼家的贵客 你身为主家 对着贵客 动辄呵斥为难 这就是你们楼家大方的代客之道 这就是你们楼家大方所谓的教养 你算哪门子贵客 我告诉你 我阿姆可喜欢赵俊丫子了 次知道要与你成家定亲 我阿姆就不曾气顺过 你阿姆喜欢何家女娘 那为何不让你们大方二郎去娶她 那是因为 二方更喜欢赵俊丫子 原来如此 对 就是如此 可惜呀 你未来军姑 可是半年都不喜欢你呢 你自有缺乏父母管教 不学无术又少涵养 你如何配得上我楼家书像门第呀 你在说什么 阿姆 恕我不识 这位小女娘 应该是楼大夫人的掌上明珠吧 是 我们两房为得一女 便是楼梨 太父楼大人承蒙黄恩 叫慧殿下 楼大夫人出自明门 知书明礼 楼家娘子自幼有父有母 在身旁教导 不该像我家少商如此 少调失教才对 楼梨妹妹虽是长房女 但终究是晚辈 约束无方 还请程夫人见谅 你与楼家娘子实属平辈 又出生二方 何来约束一次 要谈到约束二字 也得是亲父亲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非诚情 其实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还不快谢过楼大夫人 谢大伯母帮少商讲话